星期六在一架無人駕駛飛機越境進入以色列領空之後 以色列空軍擊落了這架來路不明的飛機 以色列國防部官員說 這架無人機在以色列的內蓋夫方圓上空 飛行了50多公里之後被擊落 以色列國防部發言人萊波維奇對記者說 這架飛向以色列的無人機在早上被發現 以色列方面立即派遣軍用噴氣式飛機上空攔截 他說這架無人機在靠近約旦河西岸邊隔一個無人居住的森林地帶被擊落 還未清楚這架無人機來自何方 但以色列軍方說 這架飛機是在以色列以西加沙地帶的地中海上空被發現 以色列國防部官員沒有說明這架無人機的詳情